爸爸去哪儿无疑是现在最火的节目之一 自开播以来 节目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全国观众热议的话题 11月26日 湖南卫视微博爆料了 爸爸去哪儿第一季最后一站的录制地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果然 11月26日下午 记者在机场见到了王月伦 郭涛 张亮 田亮四家人的身影 四位老爸分头带着孩子办理登机手续 随后进入安检口 据记者旁听到的消息 四位老爸和萌娃前往的正式传闻中的地点 黑龙江的牡丹江 当天最先来到机场的是王月伦和王诗玲妇女 办理手续时 王诗玲一直站在一旁 小大人般的当起了监工 随后来到机场的是郭涛和石头 刚刚抵达柜台就有人认出了郭涛 不仅要了签名 还要合影留念 这些要求郭涛都一一满足 还摆出半酷的pose配合气氛 张亮父子总是那么特别 天天坐着行李车 伴着蒙面侠出场 张亮也戴着帽子 竖起领子陪衬 然而尽管如此 还是逃不过群众许亮的眼睛 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士 强烈要求张亮 与自己的孩子合影留念 随后张亮蹲在婴儿车旁 和车里的小家伙合了张颖 这一合影不要紧 立刻引发了连锁反应 路过的人纷纷上来要求合影 有的拉着张亮拍的 还有索性插缝自拍 捎上张亮和天天坐背景的 最后来到机场的是田亮和森迪 森迪还是蹦蹦跳跳地 闲不下来 而这一对妇女 在快到安检口时 也遭遇了索要合影 求音者专业相机上阵 立保合影效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